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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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要贡献 里面还有黄金 然后呢 融入于整个世界 就像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你希望把这个钱 找到老人院去 就算你生命快往生了 你留下一点点财产 去供养佛像 你的生命在佛像里面 去放生 你的生命在所有生命里面 然后学习 把自己天天都融入于众生 这个叫什么 安住空性 普渡众生 这个是一起去做的 我属于世界众生 融入于地水火风 融入于终身 融入于点香里面 融入于点灯里面 融入于花里面 所以各位 这些鱼有没有把你的爱 带到世界去了 它带走了 就像一个男人 把你的心也带走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慈悲 就是透过这些鱼 透过这些烟 透过我们的声音 融入了 就像各位在供养钞票 你把那钞票 有没有融入在世界 我们就放生 这些烟共粉 也要用钞票 花也用钱去买的 但是我们这个钱 不坚固的钱 变成永恒的功德 这样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这个生命也是不坚固的 变化无常苦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 开始分分秒秒 都在喂众生 像各位刚刚去海边 有没有晒到太阳 鱼有没有给你撒干露 飘飘飘 所以我们的身体 就跟自然合在一起 跟这些鱼合在一起 鱼快乐还是人快乐 通通快乐 鱼谢谢你 人谢谢鱼 谢谢太阳 谢谢海水 所以谢谢这些土地 因为没有土地 我们没办法运载它 谢谢这些海水 让我们的鱼爸爸妈妈 融入了 所以各位要学习这样 时时刻刻没有我 时时刻刻融入于世界 融入于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做焉供 上供 把我所有生命供养上宝 保佑所有生命都供养了 护法善神 把我所有生命 就像妈妈生小孩 医生说只能选一个 你活小孩子就死 你小孩死你就会活 你会选哪一个 妈妈一定说 妈妈一定说 让小孩子活了 爸爸一定说 小孩子没关系 他再生了 他老爸爸老妈妈说 两个都要活了 他说各位 那我们学佛就是这样 然后呢 只想对方 不想自己念咒了 就是不用念得很大声 但是他要一直不间断的 把所有佛的功德 透过声音 不间断的 就像在道开手一样 倒在那个充满了热 很铁 烤得红红的铁片 所有众生都关在里面 我们就要一直灌下去 然后呢 灌到整个世界 所以各位你在念的时候 虽然很小声 但是整个法界都听到 整个世界都有 诸佛菩萨的功德 点滴他们的痛苦 有一点各位像掉点滴啦 你现在身体很痛啊 医生给你掉点滴 滴滴滴滴滴滴 你就不会痛啊 因为这点滴里面 就有止痛剂啊 会好起来 所以我们的心呢 就不断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断的诵经啊 来让众生离苦 然后大家看到海水 这个海水会跟世界的 每一个海水都连接在一起啦 念一下 那么宝济如来 所有海水 化成佛的力量 那么宝济如来 这个就是宝济如来很慈悲 所有水都化成他的力量 凡是接触到我的水的 喝到我的水的 念一下 修业障 得保护 将来升天 海水伟不伟大 因为宝济如来说 我就是海水啊 再念一下 那么宝济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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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是菩萝莫尼萨薄荷 所以你为什么要学 因为太慈悲了 对不对 你希望你有这个样子的 悲心 佛的力量 把海水变成宝济如来 念了这个咒语 那宝济如来就化成海水干露 喝的接触者 将来 宝济如来 得保护 那些鱼不会被抓了 而且这些鱼有宝济如来的力量 游到哪里 其他的鱼 而且他们生炭会仿光 最好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得到佛光加持 他们将来至少升天 乃至往生净土 然后现在有太阳 来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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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变佛光 阳光变佛光 嗡啊 嗡 哇 各位 不动佛 唯不唯大 他这种无称大悲心 这个太阳光是热的 但是因为他的大悲心 这个光变成一种甘露 照到了 都解脱 所以各位你身上一定要带个不动如来的咒语啊 火像啊 为什么 念一下 见己解脱 临终不剁三恶道 所以我经常叫人家在手机上贴个不动佛 放在你身上 你去帮人家助念 或是这只鱼往生了 那你身上又不动佛 他就永远不会剁到三恶道 他可以往生妙喜净土啊 所以佛法的好处是什么 把这个烟变成甘露 把水变成佛 把光都变成佛 把你自己也变成佛 好不好 当你想要帮助众生 你就是佛了 念一下 慈悲就是佛 念佛当下就是佛 所以刚刚在海边有多少佛 我们这些佛好忙啊 忙着被水泼 晒阳光 忙着在做佛 所以慈悲显现如来 所以你去慈悲 你的佛性就跑出来了 快不快乐 那个时候最快乐 忘了肚子痛 什么腰痛 烊没地儿 没地儿都没关系 哇 他倒鱼 对不对 哇 鱼好美哦 这个时候好美 各位你一定要多倒去吃 人家端一盘鱼可以吃 它好美哦 买起来 这个不是拿来吃的 这个是拿来爱的 拿来救他的 虽然他死了 他的灵魂还在 如果你把这个死掉的鱼 埋起来 他的灵魂就变佛了 他就超度了 对不对 如果把这些死掉的鱼 吃掉了 他的灵魂变成恨心了 你为什么杀掉我 然后你就制造了一个魔鬼 在你身上 所以你身上就有动物灵 我们这一次去 去印尼有一位菩萨说 因为我们 法师坐在旁边 他就问说 师父 你看我身上有什么灵魂 那法师说 动物灵 你乱讲 我吃素25年呢 什么动物灵 那我在旁边 我不用看也知道 我说你有吃鸡蛋 对啊 所以有鸡蛋灵 有母精灵 还有很多呢 哇 好恐怖啊 看你脸就知道 鬼弄病鬼弄病啊 我说你有没有痔瘡 我说你怎么知道 想都知道 爱吃鸡蛋的当然得痔瘡 所以各位 我只是做一个实验 原来 你吃什么动物 什么动物的痛苦就在你身上 那你会不会痛苦 会不会痛苦啊 像各位现在放鱼 你过去吃的鱼的灵魂 会不会超度 因为你对鱼有悲心嘛 对不对 你对鱼有悲心 那所有的鱼就被你超度了 所以我们要跟所有众生结善愿 所以爱吃猪肉了要放猪 好不好啊 爱吃牛了要放牛 这样 因为你要跟他用悲心来超度他 这叫自我功德力啊 然后再为他念阿弥陀佛啊 又有佛力的加持啊 我们又帮他做的很多的功德啊 帮助他 让他离苦得乐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就是说 一个想要行普提心的时候的人 你的表情会影响世界 所以我拿了这个时候 我想要众生离苦 吃到甘露 你的脸就好悲心啊 我们在旁边说 哎呦 法师好庄严就变啊 对不对 这不是他的外表啊 几岁啊 就算一个小朋友走路都快跌倒了 他拿着好慈悲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你要开始练习练习 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会不会影响我们啊 会啊 哦 那个烟熏到我们 哇 那个甘露经过我们身边 这个甘露让他们吃 请问这个甘露经过你身边 你旁边的孤魂野鬼会得到超度啊 他也要啊 对不对 就像各位刚才在挥啊 我发现你们挥好像挥错了 你太自私了 你要说 哎呀 我身上有这个冤情在住 我对不起他 让你吃药 让你吃药 对不对 不是 但大部分人都是想自己 我想说 我身上有冤情在住 对不对 我希望我的祖先 我的祖先 等到 也就是说 你每一个动作 都要变成一种慈悲 如果你每一个动作 变成一个慈悲 佛陀讲的 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啊 土地上的任何水跟泥土 都变成甘露 天上的神说 当一个人有悲心 甚至慈戒的时候 他走过的泥土 天神都捧起来 天上的黄金 还不如慈悲的一点点土 他会拿到天上去供着 老实说 佛陀走到哪里 我们呢 他踏过的土地 可不可以拿回家拜 对不对 所以当你有悲心的时候 天人看你像佛陀一样 当你有孝顺心的时候 所有的孤魂野鬼 都可以喝上碰到你身上的水 何况你有慈悲心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很多人问我说 那海盗法师 我们在喷甘露要念什么 念慈悲就好了 当然你念慈悲 你可以念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因为重点是你有悲心 如果你没有悲心 有一次我去香港 那我们在做大焉工 很多菩萨就拿了牛奶一泼啊 泼啊 泼得很快乐啊 泼到对面都失掉了 所以每次他泼我都跑远一点 他们泼真远 泼到我这边来 但是突然就有个老菩萨 说师父你叫他们不要泼 我说为什么 他们泼的时候 那些恶鬼都被硫酸泼到啊 原来我知道了 没有用慈悲心去泼牛奶 那牛奶变硫酸了 所以恶鬼到碰到水 就变成硫酸了 就会全身被火烧啊 但是恶鬼到碰到 有悲心的干露水 他变干露 一念之茶 各位记住哦 一念之茶 所以你做什么 虽然你不会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悲心 那你去念咒 力量也不大 那念咒就是说 或是念佛号 我怕我悲心不够 我希望有一百分的悲心 阿弥陀佛 我怕我悲心不够 我怕 我希望我有所有佛的慈悲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念佛 持咒诵经 就希望达到以佛的圆满的慈悲智慧 然后呢 能够对对方有帮助 所以呢 不敢用 因为自己还不圆满 对不对 我自己还在吃鸡蛋 一喷出去都是鸡蛋浆啊 人家恨死我啦 所以至少在那个时候 我很慈悲啊 我自己不慈悲 一喷出去都是这些油酸呢 那不行啊 所以 为什么人家跟我说 师父 你们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我说 因为大乘佛教啊 是为了普度所有众生 不是光度人 如果光度人 我吃肉 那反正我是度人嘛 我可以讲出度人的道理 但是我很想度那些鸡啊 鸭啊 蚂蚁啊 所以呢 我不能伤害它 特别各位在度那个孤魂野鬼啊 这些小动物 如果你吃一块肉 佛陀讲了 你吃了一块小小的肉 所有的鬼都怕你 这个会吃人的 所有的罗刹鬼都跑掉了 那你是不是度不了它 所以并不是说 我修南传佛教 我可以吃肉 因为南传佛教 它的重点是度自己解脱 所以在教法上 它没有一定规定要这样 但是各位如果说 你要修大乘佛教 你是要度所有众生 那可不可以吃肉 当然不行啊 因为你这样 那你就度不了那些 就像各位在放鱼的时候 你不要看说 这只鱼好吃 那只鱼说你蛮好啊 就给你喷水 对不对 你要觉得说 哇 这个鱼怎么比我老公还美啊 哇 这个鱼怎么比我太太身材还好 会有真美 你已经有眼光了 你要多这样修 不然你这个眼睛看到美女帅哥 你就登登登 夜张就来了 因为你看到你会起心动念 因为你没有训练 所以各位 刚刚那个鱼美不美 好美 不得了 那个皮肤 那个姿势 美女没得比 那人的一个强迫的观念 看到帅哥美女 他觉得那个美 所以你要开始练习 猪美不美 万物都美 所以你就超越了那个执着点 不然的话 你的心里面永远看到一个帅哥美女喜欢的 就被他抓住了 就是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你不去练习他 你在理论上可能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看到就不知道 所以站在南传佛教 美女对你微笑的时候 你想看到 我全身都是骨头了 白骨光 因为强迫自己不要去对他执着 那大传佛教又不一样了 一个女生在跟你笑 哇 我妈在对我笑 妈 什么事 因为你是对他慈悲的 他可以成佛了 他有空性的 所以各位这样了解 那这边有一些问题 我赶快回答完 遭受虐待产生恐惧的孩子 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被虐待恐惧的小孩 恩啊后 被虐待死亡的小孩 恩啊后 得到超度 得到离苦 再来 他住的地方 曾经发生过跳楼的事情 去年跟上个礼拜 就发生了两次 如何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呢 那我想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功德都可以 包括点焉供 然后呢 就不断的回向 希望跳楼死亡者世界各地的都离苦 也希望这些造成跳楼的冤心债主 消冤姐姐 更期望 人类可以不要生起这个自我伤害的心 然后你就不断的这样去祈愿 但是很简单啊 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当你不断的去祈愿 曾经有个家属问我说 为什么他 他的亲人自杀 他好痛苦 好痛苦 那按照佛教就是因为过去 他直接间接让别人自杀了 因为他而受苦了 所以他自己也会接受这个痛苦 他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每一次都造了一些恶业 习气 一直忏悔 还是会下地狱受苦吗 那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堂解脱 他还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受过轮回地狱的苦 那佛陀真是有下过地狱 做过畜生 受过各种的痛苦 佛陀也做过有才鬼 包括束神啊 等等等等 但是因为佛陀了解了 这些夜暴轮回的道理 怎么样去教我们怎么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 也不就是说一个人 不是因为你的宗教而升天堂 也不是因为你的宗教而下地狱 我们会上天堂下地狱 都是因为我们的业 我们的烦恼引导的业 而引导我们灰观宗教 但是每一个宗教都希望我们忏悔造善业 至少不会受苦 当然因为 但是佛教比较殊胜是 不叫连动物 你伤害他 他都会受苦 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连动物都不会去伤害他 还要去救护他 所以伤害动物 也可能会下地狱 也可能会做动物被杀 等等 所以 当然你可以 让他简单的了解一下佛法 受八观灾戒 可以涂口红吗 想都知道 不行的 当然像我嘴唇干 我不是涂口红的 我是没办法的 因为受八观灾戒 就希望不要执着外表 欲望 所以 就会有自然美了 请问过了期的食品不能吃 就这样把它丢掉 算不如法吗 我们在台湾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养了很多猪 然后将近三千只的狗 所以我们有跟很多食品公司申请 如果你们食物过期了 丢掉太可惜了 对不对 全部送给我们 所以我们 甚至很多我们会 更新鲜的会做一点烟供 这样来做 现在在美国 英国 我们也有这样在做 就是说 有些大公司 它过期的 但是还可以吃的 那他们也把它拿过来 而且确定这个吃没问题 送给游民 因为他们吃不好 但是有跟他们讲 看看日期 用各种方法 但是给动物吃都没有问题 动物就加菜 所以在新加坡 那我想你可以 借这个机会 如果有那些人家饲养大量的动物 甚至新加坡之后 没有养猪的 对不对 虽然那些猪 可能最后要被杀 但是至少 你现在让它 跟它结缘 跟它念念咒 但是如果一定要丢掉 那当然比较可惜 不然就是 我们护生爷 如果他们 有在做烟供 或是去布施 给大海的动物 那都可以 他说 请问怎么样 拜泰国神 才如法 我想泰国神也好 我们新加坡神也好 所有的神 都可以成为 佛教的护法 只要你用一个 一个很好的菩提心 所以基本上 我看到 经过神的庙 我更会跟他合掌 为什么 这个神有分别性的 你拜你的佛 为什么看到我不理啊 所以我都会在那边合掌 念一个发菩提心咒 然后把佛陀的 这种功德 然后供养 回向 希望神也来 护持正法 然后也希望 神得到我们 所有的功德 因为他的信徒 跟他祈求的时候 那希望这个神 有更大的功德 来满信徒的愿 那无论如何 我们就 用这种善心就对了 再来 请问我替我的 往生的父亲 归医 要拿归医证吗 当然也不需要 最主要是 归医的时候 引领父亲来归医 希望他归医三宝 还有甚至法会现场 会公开一个 共同的法号 你可以用 我想 法号没有说 一定要不一样 上回有个信徒说 师父我的法号 可以叫海涛吗 Of course 问题是 你不好意思说 所以 因为法号 就像 阿弥陀佛讲了 希望所有的人 法号都叫 妙音 对不对 将来成佛了 因为为什么叫妙音 念阿弥陀佛 而成佛了 所以希望都叫妙音 以后成佛 都叫妙音如来 所以各位 以后我们都跟 阿弥陀佛 同一个名字 快不快乐 事实上 这个世界 光阿弥陀佛的名字 就三十五亿多 同样的名字 可以做的吗 因为他妈妈 不认识字 基本上 任何的逆境 生病 特别癌症 最重要的是 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 所以你可以 引导你妈妈 拜阿弥陀佛 甚至有那个录音带 八十八佛的 虽然他不看懂的字 他听 然后拿摩什么 他就拜 拿摩什么 他就拜 能够拜几拜 就拜几拜 就算不能跪下来拜 像我妈妈生病 我就叫她坐在那边 合掌 然后我们念 三昧水灿 在电视 她就合掌 这样也是个忏悔 忏悔 重新忏 比较重要 她内心里面 她能够忏悔 那除了忏悔就是积功德 增加自己肉体的福报 打灾 布施便当 布施食物 放生 她当然也把这个功德 平等地回向 制造你身体病苦的 可能的冤亲在主 但是对冤亲在主 一定要惭愧心 再加上对她 布施功德的慈悲心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听佛曲 是不是中午十二点以后 就不能打开 傍晚六点就不能听 没有这个规定 佛曲 就是要表达佛法的 用一个好听的声音 只是我们把它听 当作一种功德 希望透过这个声音 让法界 让所有人听闻解脱 透过一个好听的曲 但是里面有佛号 但是没有 但是八观哉戒 还是讲不能听这些 世间的音乐 请问可以在我们大陆 开一个生命协会的道场吗 因为内地不像新加坡 对不对 很多地方要申请的 所以当然我认为 他们有时候透过网路 大家互相共修也可以了 他说他的老公是海丈 他可以在家里楼下拜他吗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拜他 我想拜回向 他只是一个心态 而不是在哪里 当然你要在家里楼下拜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拜的意义是在于 希望他快乐 不是拜他 他就快乐 我们是替他拜佛 这样可以了 替他帮助护持众生 以这个拜佛供养三宝 或是帮助六道的功德 会向给他 这样的意思了 拜佛当然也是祈求三宝 加持他 再来 他的父亲过年往生 他和他老婆 每能各念了七次地藏经 给他在四十九天之内 我要怎么知道 父亲已经得到功德 不用烦恼 你只要回向他就得到功德 各位要有信心 难道你要打电话问他 有接到吗 这是不用的 信心最重要 但是最大的功德是说 你以你父亲的名义 送地藏经 但是送地藏经的功德 回向所有三土苦六道轮回 那父亲的功德才大 这是地藏经 要我们回向法界众生 反而功德特别大 就像各位说 今天你供养生邪 回向所有生邪都健康 回向所有老人都健康 但是这个钱是 你用妈妈名义做的供养 反而妈妈功德大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佛多要我们 以这样的圆满的心态 再来 所以他说 他的妈妈经常生病 有通灵的人 说常常看到 有往生者在妈妈身边 他怎么办 那基本上 我认为 有没有倒是其次了 但是我们 你要写牌位可以 妈妈身旁的冤亲在主 这可以的 然后到底是哪一位 也不一定 但是最主要你 你有一个惭愧心 对不对 然后因为你去替 这个妈妈的冤亲在主 做功德 反正都是善事 点灯 放生 送经 那妈妈还是得到功德的 但是 你还是这样去做 但是呢 也不能怕 因为这个所谓往生者 就是说 为什么叫在主 因为我们欠他 过去我把这只猪 吃了这个牛肉 他现在跟我讨债 现在在我身边 因为他很痛苦 他也不是说真的要讨债 因为他很痛苦 那所以我们就帮他超度了 那超度就是 他没有